早上七点多闹钟还没醒 就听到嘎嘎有东西在那顶房子 然后先开帘子一看 这一群鹿已经醒了 就是昨天那一群 就昨天那一群吧 那一群白的还在那呢 哦是还真的 现在是早上八点四十九点快九点了 然后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早上一大早就被那个小鹿给吵醒了 我们现在打算去餐厅吃饭 现在他们在我们邻居家门口呢 在那要吃的在那 现在来看一眼我们的小屋子就走了 我们要给他打吃饭 没有东西拉下吧 OK OK走吧 刚要走 没走成功 背肥功了 这么多背肉吧 我们要走了 太吓人了 拜拜 你们这区馋火 快快快他追来了 快吃吧 那有胡萝卜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餐厅 餐厅和我们住的地方特别的近 咖啡自取 这个小朋友帮我拿咖啡去了 我要咖啡 右边是Hall Water 哪里啊 哈哈 迷你的小盐和胡椒瓶 这个景色真的是无敌了 外面这可能是个湖罢了 夏天的时候现在解冻了 嗯 介绍吧 这个是面包 但是感觉它这个面包片应该很好吃 它上面裹了这个 这叫什么呀 黄油 然后我们俩是一样的 煎的皮豆 配跟沙拉水果 打个游击站似的吃完了早餐 快点吧 我们要看胃狼了 快点把这个同学从早上到现在在磨蹭 我忘记了 走吧 这是昨天我们来的那个地方 现在他们早餐时间要喂他们了 人群聚集了好多人了 人们正在听讲解 好像他们也在听讲解 接的好准呢 都可以梗 哎呀 一接一个准 他们也不打架啊 为的是啥 是生骨肉吗 还是干粮 食粮 肯定是肉啊 他们是狼 他们野狼 他们又不是狗 你不说人家是哈尔齐吗 但是他们真的好像哈尔齐 现在一般更像 晒太阳呢 你看 这是灰狼吗 打灰狼 现在呢 我们是从正门的入口出来了 然后我们决定先到这边来看 然后再往上走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石头堆的时候 我们就要左转 我俩还完全没有意识到呢 你看这慕斯他们都是真的 已经把那个车已经围满了 哎呀 我有点害怕 我俩都是属于寸不难心 看到没 这底下还有两头黑色的猪 这哪来的呀 一点屁股都不挪啊 你看一点都不挪 不是不挪我怎么都过去啊 有可能你得稍微动一动就是你push他一下 慢慢的慢一点慢一点 你看你稍微动一动他也动一动 太好笑了 你看他 你看他 你看这大嘴已经臭了胡萝卜来了 你让我过去一点点的胃虫吧 好乖呀 你看你看他人 太吓人了 迅速的关上了床 迅速的关上了床 你看这家伙在这吃着香的 他好命啊 我本来是要给他的 他敢是抢了 我这一回头这压迫感 已经把这个床子给舔了个遍了 然后你就给他了 你快给他 对 再再塞一点 对 这有一只格格不入的是野猪 你看那边一群小野猪 这短短的一百米啊 充满着拦路的 我们那本来还有一六车呢 然后就只有我们一辆车突出重围 其他车都围着呢 我们现在到这个石头人这儿了 这儿我们要左转去那里 这石头人好可爱啊 洋洋得意的洋洋洋 我们走到这个小地方之后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然后呢 你可以绕着这个小小的湖走一圈 但是我们俩一致都觉得 这个湖附近的路 应该都是到入口那儿去接客去了 所以没有必要这么冷还下来了 最好笑的是 这里面他们本来就是有草料的 就是草料多了呢 根本吃不完 都跟那小孩似的 饭都吃不完 但是都爱吃零食 有cheese cake 谁爱吃面包呀 哎呀 我们俩刚刚还在说呢 猪也挺可爱的 要不然喂一下猪呗 你看这牌子还鲜上 你看他们有这么多吃的 还是围了上来 吃不吃啊 他还思考了一下 你看那小野猪 小猪超级可爱的 小尾巴还在那儿 叨叨叨的摇 你看呢 但是小野猪不能喂 小野猪咬人 是着实没想到 这个园子里的路有这么多 他过来了 他过来了 快走快走 他还咬尾巴最好笑的是 他们吃啥呢 不知道 你看他伪装的多好呀 我俩都走过了 没看见他趴在这儿呢 就几乎 银色的 跟小猪猪一样 团成团子睡觉 好乖的 有人看着我们呢 看他们的小窝也好可爱 就那小一个口 去哪呢 走了这拉圈干了啥 啥也没干 忙的样子 这儿有马 但是他们小小的 然后也不吃胡萝卜 这上面说他们曾经濒临灭绝 然后这个动物园参加了保护他们的这种program 你看这位同学在干嘛 给他吃圣诞树 哎 哎真有可能 圣诞节过了呀 这些树本来就会被不要 这好给他吃了 以后有一只熊 那你待住了吧 我走了 萌萌龙的白色的羊 这啥羊 山羊 他们叫Rocky Mountain Go 就是喜欢站石子上的一个羊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黑熊的这个地方 但是没有看到一头熊 所以也许还在冬眠吧 我们现在要出去了 路过我们刚刚进来那个地方 这个路少了一半 都已经喂饱了 一半多 晒太阳去了 就不在这堵着了 你看都在这边 那儿呢 怪不得人家说来的时候最好早一点来 等到下午的时候就吃饱了 不愿意鸟你了 现在就少了好多好多了 哎呦 快走看对眼了 看对眼了 我在那儿看我 我们的胡萝卜已经喂完了 Ok 这个公园 这个park我们就逛完了 逛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要出去了 然后 我们俩给这个park打满分 然后最好的是你过来买它的那个package 然后它包含 哎 两个人的早餐 一个小的surprise basket的小礼物 嗯 然后一包柴火 还有公园的文票 还有就是一晚上的住宿 住宿 还是蛮划算的 非常划算 走了 我们现在要往 蒙特利尔去了 进城 进城 大概还要开一个半小时 我们现在应该是进了蒙特利尤的城了 车还挺多 有一点堵 没有说是在这儿堵的特别凶 但是车挺多的 还在动弹 对 然后还有17分钟我们准备把 我们现在是停到那个旅店的停车场吗 是吃饭 吃饭那有停车的吗 应该没有 这个自费自己找吧 自己找找 你给我用的这个想要擦脸的 它搓泥 我不知道 我那一直在这搓 我俩已经很多年没有到蒙特利尔了吧 上一次是19年 然后是我们坐着火车 然后冬天的时候到蒙特利尔来玩过 又说冬天人 我俩在街边挺好车了 非常幸运 它旁边一点点就有 然后这个就是餐厅 好了我们到了 这家早午餐特别特别的有流 平时都是吃不到的 今天是15分 三点就关门了 反正它关门前一小时我冬过来了 然后想尝一下看好不好吃 非常热气 大家这个名字很好 这个喝的 尝着有一点的香味和菠萝的感觉 这个很好喝这个果汁 果的来了 我这个名字叫做Champi 它是有面包很多的蘑菇土豆 上面这个是什么呀 是那个cheese吗 还有汗 看着很有食欲 里边是汗 吃完了出来了 撑死了 好吃不 好好吃 好撑啊撑死了 我今天吃了5个鸡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